歡迎來到逆之奇幻遊戲圖 踏上你的旅途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逆 繼續Pokemon傳說亞爾宙斯的攻略了 今集又來講拆錢攻略 等你可以每個小時拆到60萬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 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攻略和資訊之外 還有如同強迫症的白金獎盃收集系列 還有專門解答觀眾問題 和驗證坊間留言的遊戲實驗室環節 如果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不妨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最重要的是訂閱這個頻道 現在還差一千多就去到一萬訂閱了 最後留意Facebook和Instagram 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更多頻道的動向 要做的事非常簡單 地圖上不同的位置會有三姊妹出現 影片的最後我會放他們出現的位置 跟著標記去找就可以了 拆錢之前要確保已經去到二周目 那我們才可以拆到金珠出來 如果不是二周目就會跌其他道具 沒有道具會好像金珠一樣值錢 然後要準備一隻很強的Pokemon 用來秒殺他們 他們在每一個地圖都有幾個地點出現 而每一個地點又不是每次都站在同一個位置 只能夠說是在附近範圍 有機會一個人都不出現 但亦有機會三個都出現 所以入到地圖之後 最好都是看看所有他們會出現的地點 去到他們附近就會看到有對話框跳出來 每次戰鬥之後就可以得到幾顆金珠 現在見過最多可以一次拿到五顆 每顆金珠可以賣出一萬 戰鬥完之後回去祝慶村 再出發找這三姊妹 最後就是地圖上他們會出現的位置 精靈球圖士就是他們有機會出現的位置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或問題想知道的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 每次這邊看到了 到這裡 我們下個字幕見 我們下一個笑 про 我們下一個笑容 的人 一起隨便 都可以 我們下一個笑容 跟聲音 你們下一個笑容 我們下一個笑容 天使的